美国向一带一路宣战 中情局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改革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上午 美国中情局的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 向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发了一封别开生面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正在努力打造一支多元的员工队伍 为了反映美国社会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这不仅是正确的做法 而且作为一个世界各地许多非常复杂 极其多样化的地区开展业务的 具有全球责任的机构 这也是明智的做法 在政治审查方面 我们的速度从之前的600天减少到了180天以内 申请羁押从之前的1万多人到现在的不到50人 同时我们中情局各专注具有语言能力 以及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 STEM方面的特长 请读者放心 我们中情局将继续改善我们员工队伍的多样性 以便我们更好的保卫国家 中情局这种表决心的态度 真的是让人肉麻呀 没有想到他能这么说 请读者放心 我们一定要做到ABCDE 我们保证做到ABCDE 很肉麻是不是 谁还记得2017年的时候 时任局长 也就是北美猪头迈克蓬佩奥 在德州理工大学的演说 当时他这么说的 我们中情局是这样的 我们撒谎 我们抢劫 我们偷盗 我们有一大堆这方面的培训教程 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那这是蓬佩奥 那如今呢 今天这个保证员工成分多样化与多元化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句话也不是这个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说的 这句话是最近美国现任的中情局局长 威廉伯恩斯在德州的赖斯大学 讲的Rice University 那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些焦虑啊 而且这个里边多元化跟多样化 是中情局改革的方向啊 中情局的这个公关部门的这封公开信 一方面重申了局长近期的讲话 但是他里边也是说了 另一方面呢 用来回应外交事务杂志5月12号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保密部门或者是情报部门如何拒绝多样性的 这篇文章的内容啊 是这个样子 他说呀 2021年拜登政府呢提出了对情报机构的改革方案 即多元化和多样化改革来面向21世纪的安全挑战 什么叫21世纪的安全挑战 21世纪的安全挑战 ET还是外星人 不是有美国队长吗 你21世纪挑战在哪呢 我反正没看着 那美国现在说了 要面对21世纪的安全挑战 那这个里边他说的很具体啊 多元化 多元化是什么 我们大家一想多元化那肯定是不同的族裔啊 然后不同的性取向啊 还真不是 他这里边所说的多元化 是不同的语言特长与文化背景 其中一些特定的语言优先考虑 这些特定的语言他列出来了 他说普通话 粤语 无语 福建话 甚至东北话 那要干什么 多元文化背景 他也说了 来自世界各地 尤其是第三世界 美国之前不是说 不重视第三世界吗 美国的舆论宣传 美国的媒体 不是说世界就是西方吗 那为什么中情局要说 多元文化背景 尤其是第三世界呢 你跟第三世界有什么关系啊 那这个东西就值得玩味 也值得思考啊 他这里边说的多元化 同时还强调了多样化 多样化是不同学科种类 主要倾向于技术与科学类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论点呢 也很出众 这个论点是这个 美国的情报部门啊 从历史的渊源角度 是对少数族裔 或者是非白人族群 存在系统性歧视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 美国的FBI 美国的就是重要 这个联邦调查局 他是针对 监测 监控 这个美国的平权运动 都搞出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沿用至今 沿用至今呢 里边一大堆老白男 在里边控制 美国的中情局也是一样的 这里边说了 美国的中情局 政治审查600多天 600多天 其实对少数族裔 和家庭收入程度 不是很好的呢 就直接了当剔除了 他们根本坚持不到 这么长时间 而且呢 他们涉及到了一些 关键热点地区 比如说现在呢 亚洲某些地区 这些人如果想参加 中情局的工作的话 那是不行的 因为中情局呢 从很多种方向 很多种方面 不信任他们 比如说我 我要是报了中情局了 人家一查 你在那个X国家 有没有 有没有亲戚 我说一看 我在X国好像有亲戚 对了 你在X国 那个亲戚当中 有没有那个 那个党的成员 他一看 我在X国 那个党的成员 好像有啊 行 你 我不信任你 你别来工作了 就这种情况 而这种情况 这篇文章说的 如果不改变的话 那么对美国 未来在这方面的工作 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且是巨大的隐患 美国将没有办法 去了解这些国家 美国将没有办法 去了解当地的事物 那这样一来 使得美国在情报方面呢 就不得体了 就可以失分了 然后最后呢 美国的国家安全 遭到了威胁 也就是说 中情局现在为了美国 为了美国的未来 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做法 那这就是这篇文章 所提到的东西 而中情局今天的公开信 恰恰回应了这篇文章 两边的这种表达方式 显得非常非常的着急 非常非常的急迫 紧迫这种情况 而且今天的公开信 与一周前的文章 有点一唱一鹤的这种 这种态势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值得思考了 那到底是针对谁 针对谁 为什么我说呢 因为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啊 美国的中情局的招募方向 正在发生改变 招募方向发生了改变 首先亚洲或者中华文化圈 侧重 第二个科学技术方面 侧重 尤其是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 第三个是第三世界方向侧重 那这个目的是要干嘛呀 它是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针对中国的战略 一带一路宣战啊 是不是要对一带一路 进行长期的斗争啊 如果是对一带一路 进行长期的斗争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从美国的角度这么做 其实是非常明智的 大一帽认为 为什么 如果你去看最近中国的外贸数据 中国对欧洲的外贸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在大跌的情况下 对东盟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外贸数据增长 使得它的整体数据是一派向好 这个方面 西方的评估最开始认为 中国今年的外贸数据 头几个月的外贸数据是往下走的 而且往下走的比例非常大 15%到17%之间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不然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大幅度增加15%到17% 也就是双方差了大概30多个百分点 到底怎么搞的 后来人们发现 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蓄水池 开始起了作用 这个巨大的蓄水池就是一带一路 也就是说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这个巨大的发展眼情 以及蓄水池的作用 逐渐的就显露出来了 它的威力和它的这种斥久性 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的当下 那你说中国的领导人 知不知道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 将来老龄化有一天会引起经济问题 他当然知道所以中国十几年前在九十年代就开始布局了 他知道这一天他看到了这一天不是没有看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沿岸国家给中国的贸易数据造成了巨大的巨大的利好啊 那这是未来中国的发展动力以及巨大的市场啊 那既然对于美国来说 对手有这么大的市场 对手有这么大的发展潜力 在一带一路方向 那么通过强力部门搞点情报采集 甚至破坏 难道不是一个 一个好的选择吗 或者一个战略性利好的选择吗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战略难道不就是为了一带一路做长期斗争吗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中情局的改革方向 多元化跟多样化 因为多元化和多样化呢 应称了美国现在民主党竞选的口号 应称了美国现在这个时代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同时他也有效的利用了多元化和多样化 对这些东西进行重新定义 然后对自己的情报部门进行改革 而改革的目的 改革的初衷就是针对中华文化圈 针对科学技术方向 针对第三世界 那这就很明显了 就是向一带一路宣战 那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我们可以说 多元化跟多样化的中情局 目的就是为了针对一带一路 这等于打名牌了 这等于打名牌了 那我们现在要问 美国会怎么做 美国将怎么做 那我个人认为 头一个方面就是情报采集 为什么说情报采集 因为中情局是一个巨大的智库 这个方面他做得非常好 第二个呢 就是定点行动 跟军方配合 比如说搞一个政变 或者颜色革命 这种事他经常干 第三个呢 我认为更重要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舆论战 而这个舆论战 要通过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平台 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平台 这个是未来舆论战的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方向要那什么 要提高了 那之前比如说美国要封禁TikTok 美国要封禁TikTok 那TikTok如何能不被封禁呢 那我个人的猜测 很有可能TikTok会参与CIA的行动 在第三世界 那这样可以换取他不被封禁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啊 这是我的个人一种猜测 我个人的一种假设 那这种假设对我们未来 对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布局 会不会有影响啊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那仅是我自己想多了啊 可能就是说我自己想的比较怪异 但是呢 美国利用TikTok的第三世界的影响 然后呢 跟TikTok进行个交换 你可以在美国随便的赚钱 你可以在美国随便的进行运行 我不封禁你 但是你要参加我的行动 有没有这样一种交换啊 那有了这样一种交换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不知道 反正美国今后的做法 情报采集定点行动 而且舆论战他肯定是要搞的 而且他会不断的搞 他不断的搞舆论战 这个舆论战可以针对中国国内 也可以针对第三世界某一个定点的国家 在一个热点地区或者一个确定的时间 那这个就是美国正在做的 我们如何应对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正在往这个方向做了 否则他也不会去提什么多元化跟多样化改革呀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符合美国情报部门的传统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情报部门要摒弃自己的传统 为了自己国家未来的国家安全和未来的竞争方向做考虑了 那这个东西呢是值得警惕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最近中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空间出现了一些乱局 很大程度上我认为都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所为 他们的目的呢 有人说是制造混乱 制造混乱 制造一种族群之间的不信任 制造一种社区之间 阶层之间的不信任 有没有这些呢 有这些 但是我认为这些是个小目标 大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们是要通过制造的这些混乱 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然后做长远打算 美国舆论战的一大特点 就是在当地或者本地开发多元的 面向多变的这种意见领袖 然后呢与民意代表 那这样一来呢可以长期化 也就是说在当地培养一大堆小汪汪 让这些小汪汪呢 对当地的人进行宣传 对当地的人进行洗脑 对当地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呢 进行疏导 或者进行误导 这个就是美国中情局 美国舆论战的一大特点 另外呢通过教育 通过培养 然后培植自己的人 比如最近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声明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 就是加强两国的教育合作 美国为菲律宾要培养下一代的领袖 就是说菲律宾下一代领袖 美国要培养 啥意思呢 美国这一代在菲律宾培养了一大堆小汪汪 那以后呢 继续为菲律宾培养小汪汪 那这个就是美国正在做的 如果大家注意到了美非联合声明 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国与东盟的联合声明 与拉丁美洲的联合声明 与非洲的联合声明 与中亚国家的联合声明 都提到了这一项 也就是说 美国正在全球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而在全球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针对谁 已经一目了然了 就是针对中国 就是针对一带一路 所以 这场有关信息的情报战和暗战 已经开始了 也就是说美国正在向我们宣战 我们不能再等了 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放弃幻想 准备战斗 Cast away the illusions and prepare for battle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